刚柔祥寂 心流水 练练不断 那么我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太极殿母 延芳的家族 也就是跟延芳有的同样 太极功夫的一家人 首先是主角登场 也就是延芳 江湖人称延电曼 为什么称回延电曼呢 因为他打太极的时候 会跟电曼一样放电 让他的土地周围的人 就像触电了一样 欲罢不能 不能控制自我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电曼延电曼 正在打一套太极拳 打的是有模有样 不过这个实战能力怎么样呢 据是说 经常看到表演 没有看过真实的实战 我们来看一下 带着土地表演的时候 这就是这个太极电曼 延芳 传说中的视频 看到没有 放电了 放电了 嗯 九个 大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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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称这是 严芳的丈夫啊 被称为太极大师雷老虎 他表演的太极啊 和严芳是同一个套路啊 也是一个带电的太极 这是雷老虎在表演太极拳的时候啊 画面啊 看到没有 同样的套路 同样的这个太极拳啊 都是带电的啊 只要碰到他的人身体啊 就会立马被电飞 是不是和严芳 严甸曼 如出一辙 因为他们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互相通电啊 看到没有 还是很厉害的啊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这个下面出场了 就是一个太极小的啊 太极小王子雷电P 不仅仅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有其母也必有其子 何况两个人啊 都是带电的啊 这个雷老虎 严甸曼 是不是 都是带电的 那么这个太极小王子啊 怎么可能不带电呢 所以说啊 给他起这个名字叫雷电P 看到没有 现在他正在表演 他的这个雷电P太极啊 呃 仿佛啊 这个人已经被电 被吸住啊 被吸引住 看到没有 这个是 呃 这个是上天啊 让他们一家人团聚啊 上天让他们一家人 拥有同样的一种功能 就是太极拳带电 这个 为什么不去参加这个奥运会呢 这个 这是可惜的啊 下面 大家就接着欣赏 这个雷电P的这个带电太极啊 这个小的 无法自己给电死了 这个是藤家扣量推前浪啊 一浪 把一浪拍死在沙满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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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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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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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查到盐电曼 盐芳的老母亲的 这个相关的 太极视频啊 可能啊是被这个盐高压 垫死了啊 就是可能就没有 他的视频了 反正一家人都是带电的 大家 要小心啊 这帮人啊 可能我们普通人理解不了 只有他们在这个 带电的太极圈里面 才能了解到啊 我们普通人是了解不到的 最后出场的是盐电曼的哥哥 也就是盐芳的哥哥 名字叫做盐力电 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他这个电力非常的猛啊 别人只要碰到他 就是狂电不停啊 被电的是狂跳不止啊 而且是 这个腿不由自主地 都离地啊 电的一定是 瘫痪在地啊 看到没有 这个后面的专家 非常的害怕啊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把自己给电晕了啊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